欢迎来到网上世界 今天就想讲一下经济问题 还有 讲如何面对低潮 每个人都会遇到高低潮 经济也是这样 经济也是一个周期 没有理由永远都上 相反来讲 也没有理由永远都下降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很痛苦呢 周期的时候 也很多人就 觉得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要讲这段 鼓励一下大家 还有怎么样去面对这种痛苦 这种痛苦有两种 首先 讲一下最近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近 美国的问题就是债务问题 美国的债务已经是历史新高 不停的 债务都是踏上去的 从来没有想着去解决这个问题 债务好像债盖债那样 用一些长债盖短债 还住先的一路还下去 美国面对一个 史无前例的债务危机 那中国又怎么样呢 中国是内房的爆破 那有些外债就已经还不了了 那最近政府出来救了 但是那个成效很难说 最近又看了一段 就是说消失的伦敦 就是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很惨 就是内地又说失业严重 然后很多外资走了 那现在主要呢 都是政府投资 内地呢你发觉呢 现在还在建一些东西呢 如果你建造业呢 是加薪最多 就是你留意一样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 是最大的一个 雇主来的 他要建的东西呢 其实全部都是政府出钱 就是你贴着政府的工程呢 其实你很赚钱的 所以你很难说的 因为同一个地方 都不代表个个都赚到钱 或者个个都赚不到钱 同一道理 你说这个地方完全是玩完了呢 又不是很厉害的 OK 可能大部分人啦 但是你要看一下 最近呢 看了一条片呢 是消失的伦敦 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 那你看一下呢 伦敦核心那些街呢 那吉铺多得不得了啊 你连续六七间都是执的 那可能那个餐厅里面呢 只有一个waiter在那里 然后全部呢 那些桌子都是空的 是严重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说难不难找工呢 为什么这么难找工呢 当然啦 那些店铺都收拾了 就是你看到很多 它现在不是那些偏的街 是主街 上次我们去日本玩又是啦 就是你看上去可能 可能这个主街还是很旺 但是你走几步呢 去旁边那些呢 是仍然有很大量的空置物业啊 那所以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呢 就不是只是香港 全球都是这样的 香港有些人说金融为止啦 玩完了啦 那样很多人上内地消费那样 那我又想说一下呢 其实前几年呢 之前呢也是这样的 就是很多人去内地消费 因为是便宜的嘛 那时候呢还是八算九算那样上下啦 那就是都是港元是高过人仔的 那后来呢 就是人仔去到1.2那样上下 好像最高 那些人都退回来香港消费 就是其实是一种周期来的 那现在人仔跌了 那些人就冲回上去啦 但是当人仔又升回的时候呢 又有些人是下来的 所以很难说的这件事情 就是你不是说绝对是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每样东西都是周期 周期啊 那好啦那怎样去面对周期呢 其实有两种的 一是为什么会觉得这么辛苦啊 那什么呢 那首先是一样呢 就是你那个 对那样东西不肯接受 就是为什么人会痛苦呢 就是他会觉得 喂我永远都要好的 我要最好的 社会指望有得好没有得不好 那这个现实不是这样的嘛 那好像人那样东西也都是高高低低 你有好的时候也都是不好的时候的嘛 他就是去抗拒那样东西 我就觉得呢 就其实 很简单而已 没什么而已 平时都是这样的啦 因为我不是经过第一个低潮 其实我每一个低潮都有买东西的 就是每一个低潮呢 你的低潮呢 最重要呢 就是弄不死你而已 就是时间在我边 还是在你那边呢 这样的 我们要用时间去等待啊 我们要用时间去消化那样东西 因为 很多时候呢 你不是低位 那你哪里买到东西呢 如果要用的那么贵的话 又没到我来玩啊 是不是啊 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 我很早去买呢 都是 为什么 香港楼是七八十万这么便宜的呢 那时候呢 我都叫我家人呢 快点买啦 买啦 但是没有人理我 他说我们傻的 去到那个时候 去到前几年 我叫大家都 不要买啦 不要买啦 那又没有人听过 他说你们傻的 我妈又走去买了两间 所以那些东西很难说的 那些东西 就是实有高高低低 但是 面对低潮 首先第一 我们会接受这样东西 是呀 是跌啊 那又怎样呢 就是面对这样东西 我们首先 我们不会 不会去抗拒那样东西 我会全然接受就是说 咦 哦 就跌了咯 就是低了咯 那又怎样呢 那所有东西都有高高低低的 是不是 就是 现在这段时间 不是那么好 是事实 那就接受它咯 那没什么问题啊 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在这段时间被人KO的 因为我经常都说 最重要的时间是在你那边 你能等待 你能等待呢 永远呢 就会慢慢就会好 通常都是这样的 每次都是这样的 遇到大危机的时候 首先要接受这样东西 不要有一种抗拒 或者不喜欢 或者很消极的心态 都完全不对 第二就是说 一种就是说 你那个 思考的方法 你是很积极 去准备 去做呢 还是你 只是觉得 我会放弃了 什么都做不到 或者什么 多些责任在自己里面 多些对自己负责任 我通常都会这样做 我会对自己负责任 我不会让事情赶 因为社会不行 所以我就 很不行 因为香港不行 所以我不行 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应该把责任放回自己 香港不行 不代表每一个人都不行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这段时间 我也看到有些人 在这段时间 弹了上来 就是那个收入 逆市是上升的 也就像当年日本那样 经济虽退20年 但是在这20年里面 创造了很多富豪出来 所以不要再 去 给自己 借口 说不关我事 因为社会差 社会差都可以得你好的 其实是完全没关系 那样东西 所以 不要被一些负面的声音 常常说 社会是不行 所以我都不行 绝对不是 要以一个正面的态度 整天笑 令到自己开心 我们每一天 都要积极地去做 尤其是逆境的时候 你更加要积极去做 刚刚刚刚搭的士的时候 又是有个老伯就说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 我都是这么辛苦 挨了两部的士出来 就是这样 有哪个不 经过锻炼的阶段 现在就是好好磨炼我们自己 但是在这段时间 你会不会是 接受一样东西 就是说 所有好和不好 其实是由于你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的情况 每一样东西 要接受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 你对自己负责任的话 你其实很多东西 就可以解决出来 终极所有东西 都是跟自己有关 治律是很重要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觉得有用的 就订阅点赞 分享给朋友 如果说得太快 重复去想想 人们如何面对低潮 低潮总会过去 所有东西都是有周期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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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好